一場鮮水啊 其實不過夜市都打出了文創的口號 就來看一看賣點到底在哪裡 現煮的珍珠好喝的那一鮮草喔 黑糖飲料 烤香腸 吃塊牛排 來口炭烤 口渴 再來杯鮮草丼 吃到嘴酸 走到腳酸 但放眼望去 清一色 都許 吃吃喝喝 到底文創在哪裡 那有文青 應該沒有吧 文創可能是賣一些比較精緻 或者個人風格比較融的小飾品 或者是類似的東西 那你剛剛逛一路過來 你覺得它就可以了喔 可能食物比較多吧 夜市叫文創 租金也很文創 一週營業四天 一格小區域 月租金三萬五到四萬五 但光靠吃吃喝喝 誰也難變成文青 外面要做一些比較文創的一些佈置 還有找一些文創的廠商進來 那因為可能就是後來 再申請執照的問題 所以後來有一些人都等不及了 當文青小店各奔東西 少了特色 又離住家只有短短一百公尺 能拼得過新北夜市大戰嗎 辦交由文創 加上南亞夜市 泰山府 大花園夜市 樹林還有大安夜市 規模帶有密集 成了一種樣態 八十來 謝謝 熱鬧夜市剛開幕吸引人 但少了文創主題 只剩下逐人潮而居的攤販 該怎麼維持高人氣 才是一大挑戰 東三新聞 顏凱旭 陳家文在西北市採訪報導 又是裝潢糾紛 在台北市有一位陳小姐 上網找了一位師傅 幫她翻修廚房